每五年左右 它大概能够回收500万的成本 沙漠里面光伏板的清洁 然后这个设备主要就是 它不用人工 全自动的 它在沙漠里面可以节省人工 它的费用比人工的话 会省30%左右 像在沙特或者是新疆 这种没有水源的地方 用这种干洗的方式是最好的 以前主要是用人工清洗 或者是说有一些的 用抹布在插 然后每年的费用 大概是一兆是20万 用这个机器人的话 它基本上能省30%左右 它每年一兆 它还能提升花电量 在新疆或者是沙特 这种沙漠地区 它提升花电量的一个数据 大概是15%到30% 我们在中东还有欧洲 墨西哥都有在应用